1979年3月31日 一个衣服破烂 浑身血迹斑斑的男人 突然从云南边境的一座山上滚落下来 被正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发现 由于刚刚结束对越反击战不久 再加上这个男人身上还背着满满的装备 于是被解放军怀疑是特务分子 然而就在战士们把枪指向看起来 已经奄奄一息的男人 询问其是否是越南特务时 他却将头摇得像波浪古似的 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详细地说了一遍 战士们听完颇为震惊 不仅第一时间将他送到了野战医院 还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而这个男人的事迹更是在不久后传遍了全国 连国家副主席王震都亲自来探望 最后这个男人被授予了一等功臣和钢铁战士的荣誉称号 更让人意外的是 他之所以会得此嘉奖 并不是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而是因为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爬行八天八夜回到祖国的怀抱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故事主人公肖家喜的那段传奇经历 1958年 肖家喜在四川开县的一家普通农户出生 由于开国元帅刘伯承就是来自这里 所以小时候除了帮着家里干农活外 肖家喜最喜欢做的就是听父辈讲述他的故事 也正是受此影响 肖家喜从小就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上战场杀敌 建功立业 转眼就到了1978年 此时的肖家喜已经长成一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 解放军部队来到此地招收新兵 看到消息的肖家喜 想都没想就填写了报名信息 最后也幸运地通过考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前往部队的头一晚 肖家喜激动得整晚都没怎么睡觉 他的脑海里不停地幻想着自己拿着机关枪在战场上索向披靡的模样 就连后来的瞌睡里都是梦到上阵杀敌的画面 带着这份憧憬 他告别了父母相亲 来到了武士军150师448团与其他新兵战士一起参加了入伍训练 训练结束后就是分配 当肖家喜听到自己被分到一营重机枪连时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这下终于是梦想成真了 然而还没高兴一回 指导云接下来的话犹如一盆凉水将他泼了个透心凉 原来他是被分到重机枪连的炊事班 负责整个连的后勤集养 说白了就是别的战友每天扛着枪 他则是每天蹬着三轮去市场上采购各种物资 这份落差让一直梦想上前线的肖家喜难过了好一阵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每天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知道他心意的战友们也时常安慰他 现在是和平时代 没什么机会打仗 而且就算是打仗 人家不都说部队的战斗力一半在作战和训练上 一半在炊事班的锅碗瓢盆里吗 听大家这么一说 肖家喜自己寻思了一下也觉得是这么个理 于是便渐渐放下了心里的不甘 本本纷纷地做着炊事班的事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 与苏联亲近的越南竟然在中越两国的边境上搞事情 直接威胁到了我国周边地区的安全 为了维护领土统一与边界安宁 中央军委经过会议讨论 于1978年12月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命令 正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收到作战指令的部队很快就完成了准备工作 进入整装待发的阶段 令肖家喜开心的是 他所在的50军150师也以预备队的身份前往广西集结 虽说自己作为炊事班战士 没有机会上战场 但是能够见证战友们上阵杀敌肖家喜还是非常高兴的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直到战争快要结束时 150师还是在一旁预备着 这来都来了 谁不想立个功回去 尤其是看着兄弟师已经在战场上打了好几个漂亮仗 150师上到师长下到士兵都急得不行 可是即便如此 军令如山 让他们按兵不动就得乖乖等着 就这样又等了一些天 眼瞅着一些部队都已经结束战斗往回撤了 150师再也坐不住了 多次向指挥部请战 看着他们如此坚持 指挥部便没有再拦着 给了他们掩护其他部队回撤的任务 肖家喜作为炊事班的一员 自然是跟着大部队一起奔赴战场 只是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上阵杀敌 毕竟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料理好大家的后勤问题 相较于很多老牌部队而言 150师是辽省战役时期从起义部队里改编而来的 所以会年轻一些 除此之外 新兵战比也比较多 尤其是肖家喜所在的448团 处于安全起见 甚至还委派了三个驻军代表配合作战 不过正所谓出声牛肚不怕虎 这些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担子 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可以说是非常强悍 尤其是448团 在首次与越军对战的时候就取得了胜利 连邓小平都亲自下令嘉奖 当然 为了这场胜利 我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让许多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的战士们都无比悲愤 肖家喜也是多次主动请应 希望能够去到作战部队 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 由于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差不多了 再加上肖家喜一直都在吹势般 上级领导担心他应付不来战场上的事 于是便没有答应 到了3月12日 448团也受令回撤 收到消息的肖家喜知道自己再也没机会上战场了 带着遗憾 他随着大部队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走到一半的时候 居然碰到了前来一雪前耻的越军 在经过交战后 我方除了有200多人被俘外 其他个营也是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 像肖家喜这样的非作战人员也被紧急编入战斗部队 以保证队伍的战斗力 拿到枪的那一刻 肖家喜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但是此次越军派出的都是精英部队 所以在经过与他们连续两次的激烈作战后 整个连队只有28名战士成功突围 而最为要命的是这28人还走散了 肖家喜所在的这支队伍只有7个人 不过好在指导员在这里 所以大家一直在他的带领下寻找着大部队 然而即便他们在小心翼翼 还是碰到了巡逻的越军部队 眼瞅着躲在草丛里的他们就要被发现了 在这危急时刻 肖家喜急切地说道 指导员 我来掩护你们离开 在他们七个人当中 肖家喜与另外两人都是新兵 指导员自然是不会答应 但是已经下定决心的肖家喜却顾不得这么多了 自己要是再不行动 恐怕七个人都得交代在这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钻了出去 故意弄出动静将越军士兵引开 敌人看到肖家喜的身影以为是落单的士兵 于是便全部转变方向朝他追去 躲在草丛中的六人 这才解除了危机并最终找到了大部队 不过肖家喜可没这么幸运了 他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敌人打中了臀部 要不是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受伤的他根本逃不过敌人的追捕 由于担心越军会折返 肖家喜先是将洞口附近的血迹擦干净 随后便躲进山洞的最深处 与他预想的一样 敌人第二天果然顺着血迹找了过来 他们在附近不断搜索 但好在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一直到外面不再有声响 肖家喜才将脑袋探出洞穴 在确认没有敌人后 小心地走了出去 虽然此事已经没有了敌人 但他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当中 那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这里究竟是哪 在短暂的恐慌过后 肖家喜意识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祖国的方向在北边 自己只要一直往北边走就一定能回家 由于担心再次遇到敌人 肖家喜只能在晚上赶路 而臀部的伤口因为没有得到 及时治疗溃烂得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肖家喜只能忍受着疼痛 通过半爬行的方式一步一步翻山越岭 为了不给敌人留下武器弹药 肖家喜坚持将所有的装备背在身上 这也给他的回国之路增加了不少负担 就这样经过整整八天八夜的行径 肖家喜终于在翻过一座山后 看到写着中国字的路标 并在这里被解放军战士发现 很多人说肖家喜没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 就获得了一等功臣的荣誉实在是太过儿戏了 但是正如王震将军所说的 光是他凭借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爬回来 就是真正的英雄 国家从来都不会忘记那些为国奉献的英烈 更不会亏待真正的爱国英雄 伤愈后的肖家喜也得到了组织的培养和提拔 在部队里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岗位 一直到2004年才从部队转业 来到成都市金流区国税一分局担任调查员 继续为人民服务